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开一个箱 是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我是才拿到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正好碰见快递员了 就我是从官网买的 所以说寄过来差不多用了 是从巴黎寄过来的 差不多用了两三天吧 我拿上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包裹很轻 因为它其实很大 就我们家有几件楼梯嘛 我拿上来的时候觉得好轻哦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拆这个包裹 一边拆过来一边跟大家说 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因为我现在其实并不是太 心里其实是很纠结的 因为我没有想好这个包 我是要留下来 还是退掉还是卖掉 就是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点点 因为不确定而没有那种 很纯粹的开心的心情 他们在寄包之前还给我打个电话 就是确定这个包是我买的 然后是我给自己买的 让了我一些问题 还是很激动的 打开还太大了 镜头的方向 然后里面是一个泡沫 我就把这个泡沫给你打开 这盒子很小哎 然后里面有一个盒子 然后这里有个卡片 我来看看这卡片是啥 然后他当时问了我是送的礼物 还是给自己的 我说是给自己的 我怕我说我送的礼物 又说又是给谁 这上面就是那个小票什么的 还有什么 上面还有可以退货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如果你不想要 或者有什么瑕疵的话 然后他说是可以换包的 但是只能换 就是同等价格的一个包什么的 这不可能的 就是爱马仕的包 你要换 他会告诉你没有了 那我先把这个弄出来 好激动啊 这么小好可爱啊 感觉 怎么才能让你们看清楚 不得结 我觉得 我觉得要想把这个包留下来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 好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什么皮具保养说明 然后有一个雨衣什么的 好 然后这就是这个包本身 是不是看起来其实蛮小的 然后我买的是Lindy 30 这是它的包的枕头 它放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放在下面点 然后是这样 哇塞 难道我觉得 其实我想跟大家一起拍这个视频 也是我想看 我自己当时看到这个包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然后我剪片子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包 或者我要不要留下来之类的 我现在超激动的 好 这是Lindy 30 因为我其实在店里背过Lindy 30的大相会 然后我觉得那个尺寸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我的身高是165 166这个样子 我觉得背起来完全不觉得大 就是很多人 我看小红书或者是其他的review啊 YouTube上面的 就很多人去买26嘛 说26更适合它一点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160以上的女生其实都可以背30的 我当时去店里的时候 我还以为那个是26 我还问Cyos 我说那个是26吗 他说不是这是30 他说其实30和26摆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我就上身背了嘛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而且我当时就是想买金棕这个颜色 爱马仕这个颜色叫gold 然后我就想买来冬天搭大衣啊 搭风衣啊 搭毛衣啊 就是这个时候来背 因为我觉得Lindy不是一个夏天背的包 因为它比较的优雅一点 当然现在是出了mini Lindy那个size 可能就是那个size 可能比较适合夏天背一点 其实Lindy它是有三个size 一个是26 30 34 然后今年是新出了一个mini Lindy的一个size 然后它的皮呢 其实很多人买的是togo皮 或者TC皮 后来他们又新出了一种皮 叫evercolor 然后我这个呢是swift这个皮 然后我其实当时犹豫的呢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皮 因为我之前也听大家说 这个皮比较容易刮花一点 但是我又做了一下功课 他们说其实 swift这个皮因为比较软 然后比较的细腻嘛 虽然它比较容易 没有togo皮那么耐操一点 但是它其实是它的划痕 不管它出现了什么问题 它是可以修复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很久以后 发现了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拿去爱马仕 做他们的那个spa 然后就可以几乎 可以恢复到全新的一个状态 那我就觉得 就是这一点就非常的吸引我 然后有很多人说 这个皮其实更加的有质感一些 我现在拿到我真的觉得 不像我想象那样 因为我之前给春爸买了一个 swift皮的卡包 那个卡包就感觉 那个皮非常的细腻嘛 但是我现在看这个皮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 上面是有一点点纹路的 就不是我想象的 那么那么的就是光滑的 就是它看起来还是有一点 很细腻的那种纹路 我很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一平整的那种感觉 这个皮跟其他皮的优点 就是它非常的轻 然后更防水一些 就是它Clements那个皮 好像是没有那么防水 但是这个就是 如果你被雨水弄到了 你就把它擦干就好了 然后这个Lindy这个包呢 你看它的size 其实是差不多 我的两个手掌这个样子 所以它其实不是很大 当时买这个包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买一个 medium size的一个包包 因为我其实蛮多小包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Lindy的这个包型 其实更适合背稍微大一点 我现在是这样觉得 如果我看到mini Lindy以后 我不知道会不会改变主意 然后它其实是 这个地方有一个 可以肩胯的一个袋子 就非常的实用 然后它这个地方的布嘛 就像他们家的Kaley什么的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 保护的这个抠抠 然后你把它取下来 这旁边两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拉链 你可以拉开 我说说把这个 镜头设得太高了 搞得我现在很累 好打开以后 它里面其实是塞满了东西的 然后它其实是两面的 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好像说近几年做的这个包 如果你是要拼色的这种 好像都是SWIFT这种皮了 就是好像之前是有透过皮的 我想了想可能也是这种皮 比较薄 比较细腻 所以它拼色 就是它因为它是两片皮 这样拼起来嘛 然后我很喜欢它的 这个外面的这个明线 哎呀我觉得太美了 然后它的那个把手上也都有 这个里边也都有 然后里面的这个颜色 是8W那个颜色 好像是超级火的一个 爱马仕的一个 粉红色的一个颜色 就有段时间 这个颜色的包特别难买 但是因为我自己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拼色很好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 完全不会买一个 这个颜色的包 我就没有那么喜欢粉色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它配在里面 就有时候你这样的时候 露出来一点点 又显得很少女 就中和掉了一点点 这个包包成熟的那种感觉 爱马仕里面塞的填充物 都是这种充气的那种泡泡 不是像其他包包一样塞的纸 然后它里面其实是 还有两个袋子的 它这儿有个袋子 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有个袋子 然后把它盖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把它约进去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背的 因为我之前去看 爱马仕店里放的陈列品嘛 就是它们也是这样子放的 它们并没有把它撑起来放 我自己是觉得 拎底的包包就这样子背 是最好看的 就是比较随性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子撑起来 看就显得笨笨的 有没有 但如果你需要装很多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你上飞机的时候 你需要装很多东西 你可以先装进去 然后之后再拿出来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平时的话 不需要装太多东西 我觉得我就会这样子拎 哦 好有质感啊 好好看啊 它的拉链的最边边 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 是一个小H 很可爱 然后这边也一样有 因为它有两个拉链嘛 你看它这样约起来的时候 就会这个粉色会露出来一点 我觉得可能26 看起来会小巧可爱一点点 这个包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不在于说 它装东西的多少 其实我觉得26和30 装的东西都很多 都妥妥的够了 这个包我可能也不会装满 因为你装满了以后 你就没法呈现这种形状了 然后它里面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装什么都可以 可以 我觉得可以装十把鱼杂 它里面这个颜色 实物看还蛮艳的 其实如果是那种很浅的那种櫻花粉 我可能会更喜欢 但是好像那个櫻花粉 那个颜色已经停产了 然后这个颜色我自己觉得 已经算不错了 我觉得我越讲 我代表我越喜欢这个包 要不然我就会一直说 我不要这个包的理由 然后唯一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银扣的嘛 我之前是想买金棕的金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 我就是当时看见那个图的时候 包括我现在看见食物的时候 我就觉得银扣的很好 我觉得可能这个包 对于我来说 如果说它是金棕色 再配一个金扣的话 可能我就会觉得太重了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有点太over的感觉 但是银扣我就觉得很合适 就有点中和掉它那种 我就觉得银扣配这个也很美 我突然觉得如果是给我选的话 我有可能会选银扣配金棕 我会觉得这个皮的 会比他们其他皮的 够的这个颜色 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它皮质的不同 反射出来的那个金棕色也不同 这个我感觉就要稍微浅一些 你们觉得呢 拿到这个我觉得很像饺子包 很像一个饺子 好可爱 开心 我可能不会除掉了 我突然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包 我听贵姐说这个皮是如果你在上面花了一个指甲印 然后你可以搓一搓它就没有了 我觉得蛮神奇的 但是我不敢试 我就不要去想说 我会不会以后再碰到啊什么的 万一碰不到了呢 所以我觉得买包嘛 就是靠缘分 好然后我会拍一个 尽量拍一个上身图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背在我身上是什么样的size 然后我会放一个clip在 我会放一个片段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上身 然后这是我夏天的穿搭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但是这个包包我其实是准备秋冬背 所以我一会儿会冒着热气穿一个毛衣 给大家看一下背起来是什么感觉 然后夏天就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实物看起来蛮小的 可能镜头上稍微大一些 我想背的感觉就是那种随意的拎起来的 我不想把它撑开 当然如果你想把它撑开 是可以装非常多东西的 还给大家侧背一下 这个塑料我还没取 所以可能就有一点声音 侧背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露出一点点 它里面内衬的颜色 但是我应该可能就会这样子背 然后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很ok 因为我平时背包可能都会像这样子背 我不会把它夹在这里 我觉得很奇怪 我都会把它弄到后面去一点点 现在我就换一个比较厚的穿搭 给大家看看 哈喽 我换了一件毛衣 然后这个毛衣是羊驼和丝的质地 差不多好像是百分之六 一个是百分之六十 一个是百分之四十 我有点忘记是哪个比较多了 然后它是一个偏粉色的 但是那种裸粉色淡粉色 正好和这个包包稍微搭一搭 裤子我换了一条比较米色的一点裤子 刚刚那条是白色的 然后这个裤子就是比较复古一点的那种版型 然后正好跟上面的可以搭一下 靴子我也换成了一个米色的 秋天蹄或者是冬天你搭配一个驼色的大衣 或者一个风衣 然后如果是配这样的穿 大衣会看起来蛮温柔的 很好看的 所以这个包我就是买来秋冬背的 夏天我可能是不会背出去 而且夏天手上又会擦防晒那些嘛 我就怕会有一点点的 就是弄到这个包包 然后这个衣服其实它是长款的 我放下来给你们看 就是长放下来也OK 因为我想说扎一点进去会显一点腰身 超爱的 也超爱我的大镜子 然后就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我之后对这个包还有什么实用的感受啊 或者我之后我会等到秋冬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 有现在我可能还会背我的一些小包呢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把我刷到好包的运气传给你们 接收